嘉榮, 这里, 谢谢 丑仔多, 哇, 你丑了好久 都不是, 有丑完的时候, 除了他们去其他地方读书 分别多少岁, 阿大? 五岁半, 五岁不迟, 明年二月六岁 二仔四岁多, 小仔多, 其实都很忙碌的 最忙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的, 亦都很开心的 现在我可以天天都车他们上学放学, 都很开心的 有这样的时间, 我认为是一种优惠来的 可以这样做, 有这样的时间这样做 珍惜, 因为他们真的大得很快 这些时候, 斩限限过了 所以我很珍惜现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他们是否很开心, 每天都有爸爸 他们不会明白, 我想他们大了才会明白 这种不是人人, 我小时候就没有这些 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有这种 跟父母可以相处这么多时间 大一点他未必喜欢 老实说, 是不是十多岁 怎会想我爸爸经常去哪里都在 都不是的, 有个御用车像 你放下我, 你好走啦 不是吧, 很伤心 所以其实, 现在还未去到这样的阶段 就很珍惜了 到时候去到十多岁都是有 不同阶段出现不同的问题 再处理吧 到时候 如果三个女儿是否会再厉身一些呢 三件都... 养得起有缘 不是养不养, 是教的问题 而且你要... 教法今日新女儿 你要注意 这个三个一起吵的时候 你有没有听过很震撼 每个都觉得爹地爹地爹地 就是妈咪咪咪咪咪咪 你有没有试过啊 你先踩谁呢 你信得歌情就失所矣 有时候 你又不想任何一个失望 在一起 三个一起认 你当然是没有三个 你这样说 所以你当然是 你才可以说出这句话 那你怎样注意呢 终上去 等等, 静一静 等等 逐个逐个说 想有什么要求 想怎样 慢慢来 所以其实你三个都要给很多注意 和关心 所以... 轻做得挺好吗? OK啦 即是尽力而为 那你每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你怎样做 那不是很早 他们九点钟才回到学校都可以 幼稚园 对 幼稚园 夜晚凑到几点 那不是 他们睡了 九点几天就睡了 其实都有自己 有几个钟 有自己空间的 那你不说大哥 那你都要休息一下 那又不是全程可臭的 那我太太又臭 那有些姐姐帮忙 你有多少个姐姐? 这些不说 哈哈 总之有人帮忙 所以都... 都OK的 即是相处 我只想跟大家说 真是好好相处 这些时间 因为过得真是很快 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儿子有问题 现在读过那间幼稚园 就不是很多人说广东话 即是用普通话和英文为主 所以我儿子就直接不懂说广东话 我觉得你香港出生 香港人 那又不行 所以我孤注一集 就去报了一间小弟的母校 那就全广东话 即是直知了 希望他们可以 说回说广东话先 做李师弟 哈哈哈哈 你必须变成李师弟 是啊 第三代了 其实第三代 第三代 为什么是第三代? 即是我儿子也是 我儿子不是小学 因为小学未开 我儿子是中学 我儿子是小学 我儿子是中学 他们希望可以遗传到这个传统 你自己教都不行? 广东话 你肯跟我讲才行 他都不肯讲 我用广东话讲 他用英文答 你跟证他 我说 讲故事 一定要用广东话讲 他讲得很辛苦 他讲不了故事 他明白广东话 但是讲 他明白 不肯讲 这是一般读国际学校的小孩问题 所以唯有孤主一宅 因为你全部朋友讲广东话 你局主一定要讲的 是讲广东话为主 即九月吗? 明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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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K3 我儿子现在K3 他认同的 我觉得中国人一定要懂 第一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香港人 国语 普通话一定要懂 广东话一定要懂 广东话一定要懂 广东话也一定要懂 广东话也一定要懂 我有要求 其他语言 我都不可以 现在写广东字 很小 K3 还未可以 现在懂得写自己的名字 都是像鸟到 像这样 大家可以 象形文字 很漂亮 都是一个步骤 你何时出来拍戏 是呀 你这么忙 其实我也想着拍戏 你也想着拍戏 我也想着拍戏 就是看下有些 哇 这个做得好 这个或者这个 这个剧本 不告诉你 不告诉你 听下 分享一下 长歌那些不用讲 长歌这些一定是 质量的保证 有时候 如果我会怎样做呢 这场戏我会怎样处理呢 就是会 有副人的 你有看电视吗 有副人的 我什么都有看 总之好看我就看 什么都会看 全部是电影 电视 香港 内地 外国 他会睡觉的 我的儿子会睡觉的 还有会上学的 他送了他们回学 我就自由了 有时候我只有一个小孩 在家里 可以吗 一定可以了 都有自由 还有自己可以做其他东西 不要的 不是的 我以为你回学 你要煮午餐 不用 他们带饭回去 现在带饭 要你煮 昨晚煮了 昨晚吃剩那些 不放进去 还煮过 昨晚吃剩那些 今天做午餐 所以也有自己的空间 你想拍剧多些 还是拍剧多些 其实我无所谓 有好的角色 最重要是有一个好玩的角色 一个好剧本 遇到便会 遇到便会 你想有什么挑战 现在我这么久没拍 我出来拍已经是一种挑战 不是的 这个缘分 如果有的我都会 心挂挂的 都想 其实我只会做这件事 我不敢说 不是 其他东西我都是白痴 所以 都是慢慢 由失败中学习 做戏都是 由失败中学习 是由 错了错了 不要再错 同样的错 继续继续 臭仔都是 其实每件事都是 由不懂 学到懂 都要 可以跟小朋友去看戏集 可以继续 广东话 尽量 他们就 广东话 卡通片 我大仔 我大仔有个好处 他很喜欢看周星馳 但是周星馳 你知道 有些用字 他就学了 学了 他就会突然爆一句出来 哎呀周星馳 你就知道 你一根廢柴 哇 咦 你这么聰明 你一根廢柴 你都会说 哈哈 哇 那我心就来一来 他跟谁说 我想知道 你一根廢柴 没有啊 他根本不明白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这一根廢柴 是什么意思 幸好 你一根廢柴 你不要走 这些不懂得说 所以 我也有点担心 是否早了一点 让他看周星馳 但是周星馳 怎可以不看呢 身为香港人 那就 那就要加上指引 加上指引 继续在旁边指引 那现在的女艺人 女演员 你想跟谁 如果有机会 想跟谁合作 很想 假设 或是想 其实我不是选择对手 你不选择对手 因为我一向都没有选择 你TVP 有得选择对手 有 哪有得选择对手 我不信 你是不是 我这个级数一定没有 没有得选择对手 我们是选择角色 可以说 你喜不喜欢 有个好不好玩 有没有发挥的角色 那有 如果有得选择呢 我不信他没得选择 假设性的问题 很难够你 现在这个世界 说就有了 没有的 没有得选择 我没有什么要求 你太太有兴趣跟你合作 其实他现在都很忙 每天都很多事情要计算 要做 我都很替他开心 他现在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你没有选择他 蛤 我都没有选择过 你为什么说我不选择呢 我从来都没有选择过 你选择了 你的人生伴侣 你选择了 我最重要的女主角选择了他 那还不是选择 人生都选择了 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呢 我期待 有这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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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方面 提出条件很高 哪方面 我不知道 我不会的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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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当 適当 不会 其实拍剧也是有兴趣的 嗯 是啊 如果这样说 如果家庭 当然我会家庭行先 如果家庭需要我的时候 工作可以放下 我会记住的 那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 有一样 好 如果我不拍 我想我会后悔到 即是临终那天 那 那就拍了 那我不想有遗憾 那 如果我 但现在ok的 即是上轨 家庭是 续艳上轨 再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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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等你 不是的 不用等我的 随缘 好 谢谢 拜拜